對 我也是打電話給她說 我說我跟妳說妳來 妳晚上來 她喜歡喝一些譬如高湯 煲湯之類的 你知道我們跑那家 很有名的煲湯那個紀元嘛 很有名的煲湯店去 我就叫她來 她說我真的沒辦法 已經工作到泰灣 好 沒有關係 我今天自己喝完了 我叫老闆再打包一包 重新弄一鍋 我把她帶好 我去她家的時候 她還沒回到家 我把她那個湯掛在她的門口 就是那個把手上 我掛在那邊我離開了 我留一個字條給她說 她說妳工作完了回來 妳記得把它喝掉 好貼心喔 那天我回家 看她門口掛那一包 我想說是什麼東西啊 熱熱燙燙的 然後看 都不是雞湯嗎 我當時內心一陣沸騰 我想說 因為我知道一定是潘老師的嘛 好 那時候我沒看到那個紙條 我踢了袋子進客廳 因為肚子又餓 然後又冷 那個要把它倒進鍋子裡面 還有一張紙條 她說辛苦了 身體不要累壞了 好感人 我就邊喝 奇怪 家裡面怎麼 天花板會漏水 不會啊 原來不是天花板漏水 好討厭喔 她真的好討厭喔 很感人 很感人 不小心在雞湯掛在門馬 裡面就OK了 對 待會兒就OK了對不對 對 你覺得 你為什麼不漏尿啊你 漏尿 漏尿 不是漏尿 她是剉扇 沒有 我一定要把那個講出來 肯定師不能講 那個是這樣子 沒有 他前一天 我跟你講 他這個人就是死愛面子 他就是這樣子 譬如說他前一天 他跟你們去吃鍋 或吃什麼東西吃得很High 那天到我們家裡 他說我說我今天家裡面 燉了一個什麼東西 你過來吃 他說好 他就過來了 他來我家的時候 就是因為跟小朋友玩一玩 跟我來玩什麼 他就習慣 哈哈哈哈 常常都不建議就這樣笑 其實他每次一來 我到五樓上的鄰居都知道 沈玉琳到你家來 哈哈哈哈 然後就撲一聲 可是我知道他的那個不是 他那個哈哈 是為了要掩飾他那個屁的聲音 哈哈 撲 就沒想到開明明的抓索 不是 他對 哈哈撲 可是我女兒也是 我女兒在那邊玩...撲 我女兒這樣 我女兒圍頭 我女兒放命的時候 他就撲他自己會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知道放了 那放屁沒關係 OK 很正常 難免的嘛 當他跟我玩完湯 他站起來 他那天穿一個灰色的 像類似運動褲 灰白色的運動褲 當他站起來的時候 然後這邊一坨 你覺得感覺說 一定是不小心撲出來了 撲到外面一坨 然後還看 OK 然後我女兒就指著那個 就這樣指著那個地方 因為那沙發是一坨黃的 我老婆一看到 我老婆就給我死眼色 然後我就...我也不能說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問我 你怎麼放個屁把我沙發 怎麼搞這個樣子 他有做什麼嗎 我跟妳吃咖哩飯 不小心押到咖哩便當了 本來就這樣 你剛剛去錄影吃咖哩飯 押到咖哩便當 我去他家之前 這種鬼話誰會相信 我去…你… 沒有 你根本就是 我去他家之前 我跟妳說 我錄完影 我進那個錄影的休息室 你坐下去 完蛋了 褲子濕濕的 坐到咖哩便當 沒有可能 坐到咖哩便當 咖哩便當 就跟自己眼睛 不會掉下來 是一樣的道理 我去他家的時候 我一進門 我一進門還跟他說 你看我坐到咖哩便當 你剛才就跟我說 你出到鴨血或凍豆腐 我還笑到咖哩便當 不是 他沒有帶一個人的血絲 我一直以為他是自瘋 他叫咖哩 他叫咖哩 他叫咖哩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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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他自瘋破了 我還擔心說 我根本不應該來過禮的 沒有 我有把解毒彎給他